要更换这个参通球阀的一个流向 把那个关的位置变成开的位置 把开的位置变成关位置 但它两个流向的方向还是不同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要更换那个我们机动直径体的火山 现在开始 我们首先要把电子阀 把线开关拆下来 电子阀和线开关拆下之后 我们把气缸再拆下来 我们看到现在气缸是一个全关的位置 等一下我们调换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全开的位置 我现在的气缸是一个全开关的位置 我们现在打开关的位置 我们许多了拆下之后 再换我们正确的火山 把线开关的锅盖 拆开 两个锅盖要拆完之后 好 两个锅盖要拆完之后 布冰螺丝也要拆掉 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槽 是随时用我们气缸的 等下我们活塞掉完之后 需要最后安装位置 就朝下平息我们气缸 从这个位置 变到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长臂改 长开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现在的活塞 是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安装时 要给它旋转180度 朝这个方向 这边活塞也是 这个方向旋转80度 朝另外一个方向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是平行偏右的 因为我们需要 给它预留一个 正度五度的一个条件 这个我们可以先装定一螺丝 因为里面有够快 装定的时候 我们去确保一下 我们这并快 框架是没有差的 到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一般手前转一下 太好了 也是 这个方向是煮那个解决的 它一个是水平的 所以这个是没放水的 现在把它往安装上去 再把特别螺丝装上去 好 像这样我们火灾根换好了 再把鸡缸弄到我们出发上面 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才出发怎么拆下来的 现在要怎么装 我们猜上说 鸡缸是一个灌的位置 现在我们这样火灾 鸡缸是一个灌的位置 所以我们也要把鸡缸 给它灌的位置装 进行体验 把鸡缸关系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鸡缸也是灌的位置 再直接安装上去 再把固定螺丝上升上去 方程 还好之后 我们再把鸡缸这样放进 刚之后我们再结束了 把断态器源 刚才断在器源 反正是关闭 现在断在器和发火就打开啦 鸡相也相应得到了 换买了